《西藏的文化圖騰》 《西藏的文化圖騰》 接觸木頭到現在十七八年了 在別部邊蓋公車的時候 就邊洗蟻這個木雕 那這個木雕本身不適所很會 那就從這種比如說臉譜啊 幫忙刻 後來就接觸了一些 這些原住民的文化圖騰 那時候我一個人在戲子的時候 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自己本身刻的這些作品 都是比較屬於生活故事 回憶我自己的童年 將來我的題材也是會朝著 回憶童年的模式來去刻 在七八年前的時候 我們做的布宜樂夫 有做可能就有賣 那因為所買賣的行為 越來越少的狀況之下 我們把我們現在雕刻的東西 轉型為創意的東西 其實老的傳統我們還是留住 新的風格只是說為市場需要 要保住自己所謂的三餐的貨盾 所以說可能轉型也是我的必要之一 在部落裡面雕刻 它是很重要的 在部落裡面雕刻 可是真的在傳統雕刻 的確是非常的欠缺 像我就比較希望就是說 我們足齊的人說 很投入來去學習 那我們就是可以教嘛 我們就不想像 我們在這裡 增長 可以有關